丢你们平安 让我们继续来思想主的话语 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6章8到9节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因为今世之子在事实上 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告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 我们看到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 那其原因在于这个管家知道 用暂时的不属于自己的事物 来经营真正属于他的 我们从这个管家所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他在做的 其实就是免人的债 那这个管家减免别人欠主人的债务 那他能够这样做 因为他是代表主人来管理的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 在别人的眼里 就会很直接的认为 这就是他主人受益他去做的 而他这样做的时候 一方面让人对主人也有感谢 但是当然另外一方面 对他也必然会有感激之情 而这个情况实际应用到我们的身上 那就包含我们能够去饶恕 人的过犯 我们对别人能够以恩慈相待 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 奉主的名 以恩慈来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 用神交托在我们手中的资源来帮助人 那我们能够让人感觉被恩待 并且让人能够与神建立起关系 而我们在这样行的时刻 其实我们也就同时在经营我们自己的生命 在经营我们与人之间能够存到永恒的关系 我们相信能够存到永恒的事物 就只有在我们里面那属神的生命 以及我们与人之间那样一个美好的爱的互动的关系 其实这个关系它是非常主观的 也就是说你所认为的关系 这就是你与那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两个人 可能A觉得B跟他关系不好 但是可能在B的心里面 他根本没有觉得跟A关系不好 但是A就因为他认定他与B的关系不好 或者他觉得B对他有意见 然后不喜欢他 以至于A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自己承受了许多的痛苦 所以关系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要先从我们认为这个关系 如何来去改变它 如果你认为你的老师不喜欢你 你认为你的爸妈不爱你 你认为公司的主管 就是对你有很多的挑剔 那你认为这些关系是这个样子 那当我们在这个认定的里面 其实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导向 你所相信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 我们能够相信这个关系是好的 好比主管对你有要求 他是出于期待你能够进步 那父母亲对你有要求 是出于对你的爱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去认识的时刻 其实很多事情 他就会有很真实的改变 所以我们要经营关系 那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件事 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认知 从我们认定的改变跟调整来做起 并且按着神的真理的教导 让我们能够愿意去对人以恩慈相待 用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资源 来去给予 来去帮助人 那么耶稣在第九节就更进一步的说 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不义的钱财 它不是指着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钱财 乃是犯指今生的钱财 也可以理解为马门的权势 或是指着今生的金钱制度 在地上这个埃及的系统 这个马门的权势 这个金钱的制度 它不是属于神的 不是在神的爱中运作的制度 因此称为不义的钱财 那后面耶稣还指出一个 钱财无用的时刻 我们知道这个时刻 就是在永恒里面 在永恒爱的国度的里面 那如果我们知道 会有这样一个钱财无用的时刻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警醒 就是趁着钱财还有用的时候 将原来没有永恒价值的钱财 用在对人生命有益处 有帮助的事情上 使得这些钱财变得有价值 我也常跟李永准备分享 其实钱财的价值 并不是那个数字的本身 而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 好比同样是一千块 或是更高的金额 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各种无谓的浪费 甚至于赌博的当中 但是这也可以成为一个人救命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智慧 能够善用神交在我们手中的资源 让这些资源都转化 成为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事物 那当然这也就呼应到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 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给的人的教导 如果我们是真正以永生作为我们的目标 那么不去过多的囤积 成为一个不计较愿意给的人 那就应该会成为我们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生活生命 看待钱财的态度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很容易被这个钱财所挟制 那就要求神来释放我们 如果我们很容易去计较说 我给别人多一点少一点 那其实这些都显明 我们还没有从这样一个 马门的系统当中 被释放的一个状态 那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靠着神 我们能够从这个 不义的钱财的系统当中 被释放出来 用这些资源 来做在人的生命里面 成为人的祝福 成为自己生命的祝福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